欢迎来到每篇 这里是一个 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 帮你懂自己 爱自己 经营亲密关系 化解情感危机 欢迎订阅 与十一万独立女性一起 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你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男人绝对不会 对妻子说的三个秘密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不久前 和闺蜜吃饭 她抱怨道 很多想法老公都猜不到 可自己脸皮薄 讲不出来 老是生闷气 按理说 两人已经结婚七年 也算老夫老妻 应该很有默契才对 可就算再有默契 有些事情 男人也绝不会告诉 另一半 就像陈一迅的 人来人往 闭起双眼 我嘴挂念水 眼睛张开 身边竟是谁 是啊 婚姻毕竟是没有血缘关系 作为基础的 抛开那张正 大家只是相处很久的陌生人 如果女人不知道男人在想些什么 那么同床异梦也在左难面 在感情中 一定要知道男人的这三个秘密 一 我猜不出你的想法 请别胡乱揣测 我有个朋友小时 就喜欢胡思乱想 一时找不到老公 都要打夺命连环扣 他老公有时出于工作需要 应酬到十一二点才回来 都会猜测 是不是 见了漂亮小姑娘啊 是不是 和别人在一起啊 是不是 想离婚啊 有一次 偷偷趁着老公洗澡 查看她的手机 结果一无所获 一抬眼就发现 老公在看她 她也没道歉 还瞅了老公一眼 自那以后 老公回家越来越晚 她整天在家 越想越焦虑 还经常失眠到天亮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很多 爱情争最忌讳的是 爱人老是胡思乱想 又不说出来 因为婚姻的基础是信任 只有彼此信任 才能安心地相处 并毫无保留地 把下半生交给对方 千里之低 会议一学 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住胡乱猜忌 无论以前 有多么容易瞎想 遇到爱的人 就要学会自我控制 控制住不乱想 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对方才能走进你的世界 闺蜜回去后 听了我的话 不再乱猜 而是有啥说啥 也不自己一个人生闷气 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来 说老公现在对她可好了 出差还带礼物回来呢 听着小颤音都能感受到她开心的不行 你看 不乱想就是给足对方信任 对方自然会回你真诚 要想维护好一段感情 最需做的不是控制 而是充分相信对方 在男人眼里 妻子越不胡乱揣测 两人关系越牢固 心里所想即所得 凡事不说出来 只知道猜忌 再爱你的男人 也会离开你 高明的女人 都懂得 欲使相信 爱人不猜疑 尊重对方的隐私 给足爱人空间 外人 自然无法插足 二 我讲道理 只为解决问题 不是征书仪 知乎问题 为什么男朋友 在明知我生气的情况下 不哄我 而讲道理 最高赞回答这样说 哄你的本质 是掩盖问题 在谈恋爱的时候 有问题 都只靠哄 只靠脱 你以为结婚后 问题就解决了 那只是你以为 其实 两性关系 全是滴垒 最后 肯定要离婚 因为现实规律 并不以哄为转移 问题得不到解决 只会像滚下来的雪球 越来越大 男人讲道理 真的不是为了争论对错 和你讲道理 只是为了解决问题 无论对错 无关输赢 感情中没有对策 只有谁爱的更多 在他和你讲道理的时候 你千万要听进去 这并不意味 你不需要被哄 适度的哄 是一种生活情趣 但一昧的哄 甚至骗 是很不负责人的表现 那些哄你的男人 你以为是顺着你来 其实是利用你看不清 现实的弱点罢了 婚姻中 我们千万不要怕吵架 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争执很正常 发生争执的本质 是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是否相合 决定能否走得长久 但价值观 需要不断磨合 才能越来越合适 如果一个男人 在你情绪不稳时 不帮助你控制情绪 犯错了也不指出来错在哪里 遇到问题 还不告诉你如何解决 那这个男人不靠谱 感情注定不长远 女人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男人和你讲道理 纠正你的错误 你一定要耐下心来 认真听一听 身边有一对朋友 青年结婚 婚礼和常人有些不一样 女方现场单膝下跪 和男方求婚 问她 你要嫁给我 这辈子跟定我吗 原来女方家庭优越 男方稍差一些 便一直犹豫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姑娘看着干着急 直接说 你要是不跟我 我就找别人去了 小伙一看 除了这么久的媳妇 再默契 可能就真没了 连忙答应了下来 这才有了婚礼那一幕 他们还拍了一组 反串结婚照 女方穿习服 男方着婚纱 这些年过去了 我们时不时 还能在朋友圈 刷到他俩的甜蜜 他给老公的惊喜 他们还经常拍抖音 搞笑视频 我们在疯狂吃狗粮的同时 也感叹 多亏他一开始的求婚 才有现在的恩爱 对啊 平日表白 求婚 大多数是男人 但是 女人也不能太矜持 羞涩了 喜欢就说出来 爱就行动 不仅仅谈恋爱需要 婚姻更需如此 男人也需要你说爱他 因为你对他的爱 是特别的荣誉 杜边纯一 在男人这东西里提到 男人这种动物 总希望自己是同类中最强的 如果不能在妻子面前 占上风 他们便会有一种 强烈的挫败感 承认 男人总是希望自己 是遮风挡雨的大树 什么都能做到 但男人不是超人 不可能事实占上风 偶有落差 也很正常 他们也不适用动机 一直付出不全回报 你工作欲着委屈 都想找他撒娇 他心里委屈了 又何尝不想找一个肩膀诉苦 很多人都说过 男人只在最爱的人面前 才表现得像个孩子 要我说 是男人把自己的童真 保管在最爱的女人这里 平时做给他点耐心和理解 他也会更爱你 更把你当宝 反之 欲试误解 甚至呵斥他 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多对他表达爱意吧 你会收到更多的真诚 与美好 张爱玲曾讲过 如果说 爱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缘分则是偶尔光顾的 浪迹四方的旅人 有缘人自会发现 无缘者 任他寻千百度 也会错过 漫漫人生路 想要在不断的错过中 留住一个人不容易 感情是个消耗品 相互付出才会源源不断 婚姻是个易碎品 充分沟通才能力就弥新 相信那个牵你手的人 不乱想 不胡闹 将你们之间的感动和爱意 悉数告知于他 他就更会把你藏在心间间 与你在温暖的小窝里 在这纷扰的人世间 在无数个漫长的日子里 开出属于你们俩的花 走出你们自己的路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地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Facebook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 订阅即可 每篇主创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但因每天收到的私信过多 导致回复不及时 阿豪精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Facebook的超级粉丝 踊跃留言评论互动 即可获得超级粉丝称号 期待与您在Facebook相遇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